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爱的教育 加米契斯 爱国的少年 我一定不做临阵脱逃的士兵 绝不做 可是 如果老师天天都会像今天这样给我们讲故事听 我一定会喜欢上学的 老师说 以后每个月都会给我们讲一个故事 还要我们抄写下来 这是关于一个少年的故事 一艘法国轮船从西班牙的巴塞洛启航 准备驶往意大利的热纳亚 船上有法国人 意大利人 西班牙人和瑞士人 还有一个11岁的少年 他一个人独自坐在一旁 也不说话 只是远远地看着 他之所以这样 主要是因为他那些悲惨的经历 他的父母都是农民 两年前 把他卖给了一个杂技团的师傅 杂技团的师傅强迫他学艺 卖艺 他们曾经到法国 西班牙卖过艺 稍有差错 师傅就打他 踢他 还不给他饭吃 当他们来到巴塞洛的时候 就更惨了 他再也忍受不了在杂技团的苦日子 就趁机逃了出来 向意大利领事馆请求保护 领事可怜他 给他买了回家的船票 还让他带了一封给当地长官的信 想让他回到父母的身边 少年满身是伤 身体瘦弱 却坐上了二等舱 所以有很多人都盯着他看 还有人和他打招呼 可他谁也不理 好像是讨厌所有的人一样 有三个人仍然想方设法都他说话 他这才用不标准的威尼西亚语 讲述了他的身世 这三个人不是意大利人 也明白了这个孩子的话 也许是同情他 也许是酒后高兴 他们给了那孩子一些钱 这时 两三个贵妇人走了过来 这三个人为了炫耀 又故意掏出一些钱来 说 这也拿去 都给你 少年把钱币一一装进口袋 脸上这才浮现起一丝笑容 接着 少年登上自己的床铺 拉上窗帘 仿佛在思索着什么 也许他在想 他可以用这些钱买两件新衣服了 也可以吃顿饱饭了 甚至可以拿回家给父母用 总之 这些钱给了他希望 这时 那三个人 仍在二等舱中的大厅里 说个不停 他们一边喝着酒 一边说着各种各样的事情 最后 他们谈到了 意大利的一些事情 最开始 有人抱怨 意大利的旅馆不好 另一个则说 意大利的铁路很糟糕 最后 三个人都说 意大利简直太烂了 都是些傻子 第一个人说 又傻又肮脏 第二个人说 强 第三个人说 他本来想说强盗 可还没有说完 大把的铜币和银币 就向他们砸来 噼里啪啦滚到桌子上和地板上 这吓了他们一跳 他们气得暴跳如雷 抬头看时 又是一大把的铜币砸了过来 给你们的臭钱 这个孩子从窗帘后面探出头 说 你们侮辱我的祖国 我才不稀罕你们的钱呢 这个少年捍卫了祖国的尊严 我们应该向他学习 向他致敬 感谢观看